热转硬要注意什么? 透过温度、时间、压力带你看三个注意事项。 热转硬是借由高温、高压,将转硬纸上的墨料印到物品上。 然而每一种热转硬材质的印刷方式、时间、参数设定都有所差异。 印刷时要留意什么? 就让一生带你看三个热转硬注意事项。 一、热转硬材质适用的温度。 温度是影响热转硬成功与否的关键,温度越高功率也相对更高。 印刷前要先确认物品材质是否可承受热转硬的温度。 避免印刷途中,因高温而造成溶解或损毁的状况。 二、热转硬时间的掌控。 操作热转硬时,要注意颜料升华时间与再呈硬物上凝结的时间。 每种颜色的扩散时间不同,但大多都在12秒左右。 掌控好印刷时间,能让墨料的色泽度越浓厚,展现理想的转硬效果。 三、设定合适的压力参数。 压力是影响墨料能否均匀印刷在呈硬物上的重点。 压力越大,能减少呈硬物与胶片之间的距离,让印刷效果更佳。 但还是要依据转硬材质能承受的压力而定,避免产生明显的压痕。 留意以上三个注意事项,让你也能印出满意的热转硬制品。 若还有任何热转硬的相关疑问,欢迎联络一生,由印刷专员为你解答。 一生成立超过二十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。 包含UV直噴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。 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。